生产对整个人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胖 我第一胎没有这个情况那么严重的 大腿啊 屁股啊 手臂啊 那些肉肉都很多很多 如果别人看到就说我不大了 大宝和二宝的相处情况 大宝呢好像不太接受小宝 我给小宝给他抱的时候呢 他就不太愿意去抱 我要慢慢来了 就要告诉他这个是弟弟啊 你最好的朋友啊 因为始终对他来说 家里多了一个小baby的话呢 会分一些爱出去了 所以是正常的也是明白的 要对我的大宝更加好了 月扫价格是多少 就金牌的培月的话呢 他们的工资呢 肯定是超过四万块一个月 如果你要请24小时的培月的话 就大概六万块 月子餐怎么搭配呢 其实破妇产呢 头12天呢 基本上很多补的东西都能吃 就要清淡 就要吃青菜呀 鱼呀 鸡呀 所以都一般都是很简单 好了 这次就是我给大家分享 分享的这个产后的一个问题 拜拜